八米封狗浪席钓客两死一失中 宜兰县投神镇赶访渔港 昨天傍晚发生八米高封狗巨浪席击钓客 造成两死一失中惨剧 由于昨天是周日 渔港北堤处聚集了十多名钓客在水钓 傍晚五点多突然打来一波八米高的封狗巨浪 连停在堤防上的汽车都打翻了 吓得钓客们连忙逃命 但47岁的女钓客蓝美华 与一名五十多岁男性钓客 因闪避不及被卷入海 另一名钓客景正雄 被大浪打翻的小轿车压住 救出后送医以无生命迹象 意外发生时 暗巡十二大队下士陈英雄 刚好巡逻经过 见有人落海立即跳海救人 有一个是浮起来 一个是沉下去 我们先把这个浮起来先救过去 就流过去救人 你就直接穿着直行服装下去 直接下属 陈英雄说他当时拉住的南钓客 还有围络呼吸 两人随后一起被渔船救上去 不过南钓客因伤重收医 还是不治 另一落海的蓝美华 搜救人员漏夜搜寻中 仍没有下落 金正雄惨遭汽车压死 家属赶到医院时悲痛万分 妻子无法承受速度昏厥 东新闻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